3月12日,美国司法部以招生行贿的罪名起诉多达50人 控告他们通过代考、伪造材料等方式 将学生送入耶鲁、斯坦福、南加大等名校 被告中不法身为家长的好莱坞女明星、投资公司高管等各界名人 事发后,南加大等校已经暂停涉嫌舞弊案的学生账户 且不排除将他们开除的可能 而此事中担任所谓招生顾问的嫌犯威廉·辛格 向家长收取高额费用,买通贿赂校方的手段 也引发一片哗然 对于这样的丑闻,教育专家是如何看待的呢 怎样才能在诚实的前提下 让孩子争取到更好的升学机会呢 先说舞弊吧,就是因为这个事前这次闹得还是比较大的 所谓的舞弊的话,本身就是属于游走在法律的边缘 或者说直接已经触犯到法律了 甚至即使不触犯法律的话 对于那些比如说在学校里面的教职人员 也是很违背他们的一个职业操守的这么样一种招生的方式来录取 那肯定就是属于舞弊 包装精力的最多的话呢 其实也就是说帮学生包装他们的一些实习 还有他们的一些课外活动 我们会通常情况下常规的操作方法会根据学校的他们的一些录取的一些标准 因为他每个学校有自己的一套评判的价值观体系 还有录取标准来进行一些文书的在这种文书方面进行一些提升 这个是可以的 举个例子 一个同学他可能是在某家公司里面实习过 那他可能要申请的这个专业呢 他需要的可能更加看重的他的一些专业性的一些技能 那我们在文书中其实是可以强调一下 他在这个岗位中比如说做了哪些比较专业的一些事情 但是如果说是无中生有或者说空学来风 他明明是没有做过 但是我们却去做的话呢 这个其实就是完全是属于欺骗 那就是舞弊这一边了 其实呢我们经常讨论是什么招生办 也有很多机构就是说会打什么前任招生官 这么样一个名号 其实呢本科招生招生办公室 跟研究生招生办公室的工作流程 以及工作方法是截然不同的 我们经常说看学校的排名的话呢 是看的是US News的一个综合排名 而这个排名他其实很强的一个参考标准 是基于本科的一个录取的难度来排序的 而本科的话呢是每一个学校 他就只有一个undergraduate committee 叫本科招生办 他这个权力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他在招生的过程中呢 他会主要就是招生官 他的主观的一个评判的决定的权重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而且很多学校他的一些招生标准是绝对是不公开的 所以说也就导致了这一次 比如说有什么很多明星啊 集体舞弊啊这样子一些现象 正是因为他个人的权力比较集中 也是比较的大 又没有公开的标准来供大众进行一些监督 所以才会导致这种现象的出现 本科招生办他是能够决定直接录不录用这个学生的 而在研究生阶段的话呢 其实研究生是每一个学院独立招生 比如说商学院招商学院的学生 工学院招工学院的学生 甚至我们经常会出现可能一些学生有名校情节 就比如说特别想去南加州大学 那他可能会同时提交好几份申请 而这个是每个学院他是独立招生 其实是彼此是不冲突不矛盾的 而在研究生阶段的话呢 其实招生官他所起到的作用 其实就是没有那么的大了 他不会具体的来看学校学生的一些文书的好坏啊 因为他可能每个学院里面有千差万别 不同的一些专业 真正审核学生的一些文书 其实是院系的professor 或者说他们会组建一个committee 来统一审核学生的一些材料 因为我以前也在admission office里面工作过嘛 其实呢在admission office呢 是属于一个季节性非常强的一个部门 在招生季的话其实会很忙 在审核学生的材料的过程中 他们第一考虑的是完整性 而真实性的话呢 可能是会在后续的过程中来进行一个审核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像咱们都很喜欢的哥伦比亚大学 那哥伦比亚大学的话呢 他每年在招生的时候 他会比较的效率会比较的高 因为学生的人数比较的多嘛 但是学生在最终入学之后 学校他们会专门把这个工作 外包给一个第三方部门 第三部门专门是做background check的 来审核学生比如说他的成绩单学历 还有他的一些实习经历 以及推荐性推荐人的一些真实情况 如果在审核的过程中发现有问题的话 学校是直接是可以cancel学生的那个admission的 这其实也是给我们很多申请者 以及家长一个警示 就是说学校的招生办 他们也都会与时俱进 像这些所谓的就是说一些钻控制的一些手段 学校他们一旦知道立刻就会拉高警戒线 可能我们比如说通过一些小聪明的手段 可能一时间欺骗入学了 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 最终如果说事情最后是被学校发现的话 所承担的这么样一个 就是说后果也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的 而且不仅是浪费了金钱 还有大把的时间 以及个人的一些名誉这样子 GPA是很多学校比较看重的一个申请的一个标准 GPA在整个一个申请的过程中所占的权重也比较的大 因为它代表着学生 他在比如说高中阶段或者说本科阶段 他好几年的一个总的一个历史的一个回顾 那如果说GPA低的话呢 我们也会看比如说是特别特别低的情况下 那我们也会说服学生说你就不要 对吧 GPA很低 你也想着哈佛耶鲁 你要靓力而行 这是第一步 那也有一些学生他可能是毕竟比如说在读书阶段 并不能保证所有的课程都能够获得一个特别满意的一个分数 或者说我们也会发现这个同学可能要申请的时候 他的背景跟目标学校他要有一些核心课程 可能是之前是没有学过的 这个学校也恰好没有开设 我们会建议学校比如说去上到一些那种权威的那种网站上面 去上一些网课或者说去到比如说是有些college里面去修一些学分 再转回到这个学校里面这个也是一种解决GPA的一个方法 就申请本科的时候其实不存在转专业一说了 但是申请研究生的时候比如说大部分我接触到的学生 他们本科本身学的就是一些基础学科比如说像是数学经济学 而这些学科其实都是属于叫很多就是研究生阶段课程的一个母学科 所以说这类学生在申请的过程中他们只要方向明确 其实是不存在转专业这么一说的 那同样很多有学文科的学生 比如说他想要看着最近很多计算机科学非常非常的火爆 可能也想尝试去申请一下计算机科学 那其实如果说他们没有修够相关的一些课程 或者相关的一些实习经历的话呢 我们也会劝诫学生就是说还是量力而行 因为有很多很多尤其是理工科的一些那个专业 他们是很看重学生他的一个本科的一个学术背景的 其实我们就是经常老是觉得就是专业一定要对口 这样子呢可能他的整个一个学习的一个跨度没有那么的大 但是事实上面呢 其实很多他的一些底层的学科你看似他千差万别 其实他的逻辑非常非常的相通 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 像我在去年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学生 一个小女孩很有意思 她是学的计算机科学 申请本科的阶段的时候呢 可能父母觉得 哎呀就是能够学一门比较硬核的技术 未来也好找工作 但其实那个小姑娘她自己设计方面的灵感是更强的 她对于写代码 就是说coding其实并没有那么的感兴趣 所以说她的那个整体而言的GPA并没有很高 在3.1左右 其实这属于一个非常非常中等的一个成绩了 但是呢她自己发现身边的同学仍然也想去都是在申请研究生阶段 还是会去申请计算机科学这个方向 他们觉得转专业难度会大嘛 而且本身这个专业也是比较的有就业优势 后来呢她就是说找到了我 但是我在跟她挖掘素材的过程中发现这个小姑娘她其实虽然写代码不是特别的厉害 但是她的设计灵感很好 她帮很多那些一些小公司做了一些那种用户体验非常非常好的一些网站 那种她做交互设计的能力产品能力是非常非常的强的 而这个能力其实在很多计算机写代码能力的同学中是比较稀缺的 那后来呢我们就帮她就是选就convince她说 她其实可以考虑申请像交互设计这一块 她可能不算是一个非常好的那个软件工程师 但是她是软件工程师里面这个设计灵感交互设计最强的一块 那她在可能也称不上是特别强的一个那个设计师 但是她是属于在设计师领域里面写代码能力又是非常非常强的 所以最后呢她的申请一旦定位明确之后 我们给她的申请的结果也非常的好 她也升到了顶级的这个交互设计的这个研究生专业 她自己也在正确的道路上面呢也是越学越开心 其实我最后发现真正的困难还是在双方互相理解沟通层面的一个困难 而不是说硬核的申请角度上的一个困难 我没有遇到一个同学比如说她的GPA可能是2.0 她说她跟我说她要去哈佛或者说要去耶鲁 那她自己知道这个可能也是不现实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可能因为每个学生 她有不同的一个家庭以及文化背景 那在我们跟他们的沟通过程中 我们就会存在一些比如说文化上面的一些差异 所以说我们对于我们每位顾问老师沟通能力的一个培养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注重的 其实所有的很多尤其是在服务行业里面的一些困难 都是沟通不及时或者说沟通之间存在信息误差所造成的 其实把这个误会给消除了 其实也就不存在太大的一些困难了 中介跟那个咨询公司 升学咨询公司其实还是有本质的一个区别的 升学的咨询公司的话呢 更像是其实我们的运作方式更像是律所 会针对这个学生他自己的一个个性化的一个发展 来给他定制一个申请的方案 而中介的话呢 他们更多的话呢会倾向于找一些 比如说招生能力比较差的学院进行一些合作 而他们大量的营业的收入是来自于这些学校的一个返庸 其实在本质运营模式上有很大的一个区别 从而最后导致结果上面会有很大的一个区别 那我可以给到大家很多学生或者是家长一些建议 比如说大家都觉得啊中介是用利用信息不对称来进行一个转据 其实事实也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说呢我们在申请的过程中 很多机构他们会不会把他们是不会把申请的一些账号 甚至是一些文书给到那个学生来来看来进行一个检阅的 那正常的常规的合规的操作方式呢 因为最后提交的时候是一定要让学生或者是家长 他们来来检查一遍所有的一些申请的材料 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可以很大程度上面保证申请素材的一个真实性 就不会存在一些中介在隐瞒学生 在学生不知情的情况下篡改了一些申请材料 这样子导致最后入学之后会出现很大的一个问题